只因吞下了一枚神奇的宝石 女孩就陷入了奇怪的无限循环之中 而她每一次循环都和那个杀了她的男人有关 第一是男人为报仇吐她全家 女孩是最后一个被害者 在说服男人放她一马失败后 女孩果断吞下宝石一球一线生机 没想到那神奇的宝石竟真的让她重生回到了十年前 不枉她临死前冒着生命危险 偷偷从父亲那里偷来逢生 就在女孩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必死结局时 却不知这只是自己悲剧的开端 自那次重生之后 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中 第一次当重生年仅10岁的她决定早早捐款跑 结果却在逃跑的路上遭遇抢劫她 第二次她熬到16岁 逃去了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偏僻国 没想到男人不惜追到天涯海角都要找她复仇 第三次她选择嫁人脱离家族 结果男人直接连她丈夫一家都没放过 就这样她迎来了自己的第四次重生 被男人折磨的精神失常的女孩 直接冲到了父亲的办公室置物 父亲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屠杀那些无辜的人 为什么我偏偏是你的女 她说只要我把属于这个家族的血泉都抽出来就会放过 求求你教教我怎样才能做到 我实在是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父亲被她这疯癫的样子吓到 直接命人把她拉去南方别墅休养 就这样她在那里待了十年 男人再次如约而至 女孩冲她比了个友好手是坦然面对了死 不出意外她第五次在自己的房间再次行 既然怎样都逃不掉 那么这次就让她早点和那个疯批见面吧 曾经的女孩一度以为自己能活到九十多岁而孙满堂寿中正起 直到那个疯批的出现 初次见面她就被男孩精致的面旁吸引 出于好奇她还偷偷跑去地牢见她 却亲眼目睹了可怕血腥的场景 自那之后她就整天浑浑润润 后来得知男孩的死讯后 那些可怕的画面一度成为她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就这样过了八年 一位英雄横空出世一举封印了邪神 就在所有人都为英雄的出现感到高兴时 女孩却发现了不对劲 这位英雄居然和父亲之前带回来的男孩长得一模一样 但家里却没一个人相信她 毕竟已经死去的人死而复生 这种事实在是太荒谬了 只有女孩知道这件事恐怕并不简单 很快她的猜想就在两年后得到了应验 身披铠甲的男人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向他们一家发起了复仇 而她就是那场复仇中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尽管她企图说服男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奈何男人非让她把属于这个家族的血抽干净才肯放入 系的女孩对她比了个友好手势 希望他们永生永世不要再见面 然后就当着男人的面吞下了宝石 结果她就这样阴差阳错 开启了她和男人纠缠不清的五次人生 等到第五次重生时 女孩终于放弃逃避打算直面那个疯批 于是她对之前的几次重生进行了一个总结书 首先根据前几次的经验来看 她是可以重生好几次的 但她不知道重生的具体条件何能重生几次 也就是说每次重生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其次每次重生回来的时间地点是固定的 都是在王国建立332年5月11日下午6点她卧室的床上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固定条件 之后就是导致封批黑化的原因 其中烧毁她所在的孤儿院这件事是无法改变的 因为她重生回来的时间节点 孤儿院已经化为危机 所以这件事只能暂时先放一遍 另外值得庆幸的是她不记得每次死亡的瞬间 否则重生那么多次的她早就疯了 最后就只剩下如何避免十年后的死亡了 今生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感化她 但再次见到少年时期的她 女孩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 不过这次并不是因为惊艳于她的容貌 而是本能地对她感到恐惧 正当女孩因为忌惮她浑身颤抖时 剧情毫不留情地给了男孩一脚 差点把女孩的魂都给下面了 拜托老爸这可是未来会涂了咱家满门的封批 但看到男孩痛苦的模样 女孩突然有了主意 想到这里她当即对男孩伸出手 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 你没事吧 结果男孩却一把挥开了她的手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她看 父亲健壮当即令人狠狠教训男孩一份 女孩眼看情况不妙顿时急得不行 但面对父亲冰冷的眼神 求情的话却怎么都无法说出口 在第四次重生的时候她就明白 父亲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只要她有一步做错 就可能会被悄无声息地处理掉 于是她只能为着良心说出了 让父亲狠狠惩罚男孩的 在成功护弄了父亲之后 当晚她就带着草药偷偷来到了地牢 如她所料今晚看守的骑士是最好忽悠的汉思 于是在她的一通撒娇卖名下 汉思终于败下阵来主动交出了钥匙 而女孩看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男孩时 也是吓了一大跳 父亲那个变态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很 幸亏男孩是未来的大英雄 才能拥有如此惊人的忍耐 不过他该如何把草药喂给昏迷的男孩 虽然想去女孩最终把草药放进了自己的村 然后再把嚼过的草药塞进了男孩之间 虽然这么做有点恶心 但这也是实在没别的办法 仅仅是给男孩送的药 就令女孩感到疲惫了 正当她准备回去时 脚踝突然被人紧紧拽着 下一秒男孩就把她刚喂进去的草药 原封不动脱了 气得女孩当即破口大骂 你这家伙居然敢嫌弃我 你知道这个草药有多贵吗 男孩并没有理会她的责骂 你到底为什么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你还知道她这是怪她之前害她被打 但她冒着生命危险来给她送药 怎么也成了毫无意义的事 正当女孩想开口反驳时 突然撇到了男孩英智的脸 吓得女孩直接一屁股跌倒在地 此刻男孩的脸和十年后的疯批渐渐重叠 可怕的回忆让女孩再次忍不住浑身发抖起来 但即便如此 她依旧努力让自己克服恐惧 大声呵斥男孩让她放手 男孩被女孩激烈的反应惊到 下意识松开了手 在她松手的一瞬间 女孩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她对十年后那个疯批的恐惧已经刻入骨髓 她实在是太痛恨那样懦弱无能的自己了 循环五次的女孩又又又重生了 这次死亡的原因是为了救男孩 她没想到自己那脆弱的小身板 仅仅只是背后中了一件就咋 但雄鹰般的女人不会就此倒下 第六次她绝对要成功存活 就在不久前 女孩夜探地劳为受伤的男孩宿命 没想到男孩却毫不领情 被女孩气得一回房间就缠揍枕头发泄 结果一个用力过猛直接把右手垂骨折了 酸心的疼痛终于让女孩渐渐冷静下来 事已至此她只能咬牙坚持 毕竟她实在是太想活下去 突然女孩觉得眼皮变得很沉重 接着她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睡梦中有个女人一直让她要好好活下去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女孩再次恢复了元气满满的模样 继续进行她的求生大业 幸亏父亲后来渐渐忽视了男孩 才让他能有机会一直出入地牢给男孩宿命资 只是在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下 男孩好像变得更讨厌她 这让女孩再次觉得未来一片黑暗 这天父亲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宣布要举办家族狩猎会 本来女孩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直到她突然想起今天好像就是男孩死亡的日子 一想到今天之后再次见到男孩就是未来那个疯批 女孩就觉得脖子凉嗖嗖的 她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一切 这时她瞥见了角落里的绿法男人威廉 突然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那就是叫威廉替她去偷父亲的传银手镯 起初威廉觉得这个命令有些莫名其妙 结果女孩直接搬出了她伪造账簿的事 吓得威廉就差给这祖宗跪下 只能乖乖替她去偷了传银手镯 而威廉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件事是三年后 她和管家争夺寡妇的时候被抖出来的 一拿到传银手镯女孩就飞奔到了运送男孩的马车旁 然后凭借身份顺利登上了马车 想到前世男孩就是在今天命丧蓝与剑之下 只要今生他能成功救下他成为他的救世主 说不定他就能活下来 一到猎场侍从就粗鲁地把男孩扯下马车带往森林深处 女孩见状当即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身后 只是他没想到侍从居然会把男孩带到那么远的地方 让他跟得差点累死 还好他们终于停了下来 这时侍从似乎在对男孩说些什么 但奈何女孩离得太远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终于侍从说完便离开了 留下男孩一人静静地站在原地 女孩见状当即悄悄溜到男孩身旁 却刚好被他抓了个正着 这里是哪里 你为什么一路跟住我 女孩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早就察觉到 这里是猎场的森林 结果男孩一听这话直接对女孩下了足颗令 但这次女孩却没被轻易赶走 毕竟这里可不是封闭的地牢 开阔的环境让女孩的胆子都大了不少 只是男孩那凶狠的目光还是令他觉得很不顺 明明他才是那个被他三番五次杀害的受害者 凭什么他要用那种眼神看待 你究竟为什么那么讨厌我 难道是因为我害你被鞭打了吗 男孩听到这话突然眼神凌厉地看见 可那些没关系 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 所以还是趁早放弃 女孩听到这话忍不住质问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永远不会不讨厌我 男孩没有回答女孩 而是默默把头撇向了一边 这时女孩的传音手镯突然剧烈震动起 这是她和威廉约定好的信息 于是女孩当即一把扑倒男孩 就在他扑向男孩的一瞬间 一支箭直直朝他们的方向射来 直接射中了女孩的肩膀 女孩的意识渐渐模糊 下一秒他猛的惊喜 惊讶地发现那一箭竟直接让他迎来了第六次重生 拜托这也太离谱吧 只是肩膀中一箭怎么就死了 人家骑士在战场上中四五支箭都能手撕敌人 谁能想到她的活到九十岁计划才刚开始就结束了 不过失败乃成功之母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她肯定能做得更好 正当女孩准备大干一尝试 却突然一阵眩晕 再次醒来的她发现自己还在卧室 连忙询问玛丽今天是几号 在得知是五月十二日上午十点后 她才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没有莫名其妙死掉 只是今天是父亲把男孩带回来的日子 死在父亲那个变态手上 等她气喘吁吁地感到是所有人都惊淡 父亲更是直接对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你可真是太了不起 顶着这种状态还要来迎接我 听到父亲这话女孩才反应过来 自己干净的睡衣禁锢之何时沾满的鲜血 陷入无限循环的女孩 终于在第六次重生的时候取得了重大突兀 这一次她不仅成功救下了男孩 还明白了她黑话的真正原因 前不久女孩顶着一身鼻血去迎接父亲 意外得到了父亲的赏识 赐予了她一个愿望 女孩听到愿望二字瞬间两眼放光 如果可以 她真希望父亲能对那个封批下跪求人 然后独自承担所有后果 但如果她敢那样说 估计又要被父亲扔去南方别墅自生自灭了 于是她只能尴尬地对父亲笑了笑 父亲这个愿望可以之后再说吗 今天我满脑子都在高兴您能平安归来 父亲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这让女孩激动不已 这下她营救男孩的行动将会更加顺利 回到房间后女孩才有空细细打量自己 浑身鼻血的模样确实看起来狼狈不如 难怪父亲那个变态会醒 这时玛丽端来了养生茶让女孩喝 并告诉她其实在她醒来之前 她已经替她清洗了脸上的鼻血 但还没来得及给她换衣服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没想到玛丽这个举动倒是意外 让她成功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想到这里她喝了一口养生茶 下一秒她就猛地吐了出人 这个养生茶简直难喝到暴涨 玛丽却还在叙叙叨叨地说着都是大补之物 要知道立志活到90岁的女孩 一向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之前几次重生的定期体检 都显示她非常健康 要说唯一的不是恐怕也只有生存压力 但玛丽那炙热的目光 盯得她心里直发猛 只能硬着头皮灌下了一整杯茶 玛丽健壮当即决定之后 每天都会给她准备养生茶 给女孩吓得都害怕 自己今生会打在那难喝的养生茶上 喝完茶后玛丽就催促女孩去休息 女孩看到对她无畏不至的玛丽内心 尽管知道玛丽会在明年 卷走她的珠宝跑路 女孩还是决定就此放过她 毕竟今生她还是帮了她很多的 就这样过去一周 又到了家族狩猎会这天 这次女孩没有提前去地牢见男孩 毕竟这次她可没害她遭受鞭刑 她按照流程威胁威廉 替她偷出传音手镯 坐上了男孩所在的马车 到了猎场的森林后 她便准备悄悄溜出马车 结果却刚好和男孩撞了个阵阵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这看到侍从毫不客气地给了男孩一整 给女孩吓得当即跳下马车制止了她 这家伙居然敢这样对待未来会灭他们全家的封批 于是女孩毫不客气地让侍从给男孩道歉 甚至还搬出了父亲威胁 这才让侍从心不甘情不愿地道了钱 抱歉啊 其实我只是想摸摸你的头 结果她的手刚碰到男孩就被她恶狠狠地拍掉 你还是干脆打我吧 看到侍从识别的模样 侍女们忍不住嘲笑出声 给侍从气得咬牙切齿地让男孩赶紧跟她进森林 而女孩则如同前世一样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她果断地躲到了离他们很近的树袍 毕竟她太想知道侍从究竟对男孩说了些什么 但侍从的话却让她如坠兵 原来男孩只要敢逃出森林 就会有几时之鉴同时瞄准她 尽管早就知道父亲是个变态 但女孩没想到她会那么丧心病狂 这时传音手镯突然震动起来 下一秒女孩就一把朝男孩扑去 希望这次不要被射中要害 结果就在女孩扑向男孩的一瞬间 男孩居然把她反扑在地 她成功躲过了前世的致命一击 男孩却受了伤 这时女孩才明白为什么是从会说有几时之鉴同时瞄准男孩 因为父亲是铁了心要杀了男孩 而如果男孩死在这里 他就会再次被十年后那个封批杀害 于是为了拯救他和自己 女孩努力背起男孩 艰难地朝着森林出口走去 一出森林她便看到了其在马上居高灵下看着他们的父亲 女孩气喘吁吁地告诉父亲 他要在这里说出他的愿望 那就是希望父亲能救救男孩 说完这话女孩就直接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已是败念 父亲那个疯子在他一醒来就派管家叫他过去 还真是一点都不顾他的死 一来到书房父亲就冷冷质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走 这顿时让女孩紧张得不行 因为他不知道父亲究竟知道多少 直到听到父亲问为什么私自坐马车潜入森林 女孩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威廉成功回收了手镯 于是女孩便放心地和父亲扯起了 对不起父亲 我只是太好奇什么样的孩子才会被关进地牢 父亲听到这话却饶有兴致 真的只是好奇而已 你看起来似乎很喜欢那个小鬼 不仅跟他进了森林 还和他亲密地抱在了一起 女孩听到这话却觉得十分无语 这么说来这变态当时明知道他在场 却还是射出了箭 不过对于这家伙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于是女孩直接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父亲我会好好反省的 也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但我用愿望拯救的孩子 您能把他给我吗 只要您愿意把他给我 我不介意之后再也说不到生日里 父亲内的老狐狸见他这样反而来了兴致 如果把那小子交给你 你能给我什么回报 女孩明白父亲并不缺听话乖巧的孩子 于是他凭借自己重生六次的优势和父亲化起了大 并保证如果他所说有误父亲可以随时取了他的信任 就这样女孩成功说服父亲把男孩交给了他 但父亲表示这笔交易并不能抵消他的处 不过这次他终于如愿成了男孩的救命恩人 接下来只要好好对待他 说不定总有一天能感化他 尽管这家伙从来没向他敞开过心扉就是 想到这里女孩当即偷偷溜去了男孩的房间 看到男孩不停冒冷汗的模样 女孩忍不住掏出手帕替他擦汗 一边擦一边感慨自己真是像祭司一样善良 居然会担心杀人凶手的死活 这时男孩突然喃喃自语起来 女孩凑近才听清 他是在喊塞西尔 爸爸哥哥姐姐不要死都是我的错 说把男孩还情不自禁地留下了泪水 女孩被这话吓了一大条 他原来有家人吗 明明他是出生孤儿院了 还是说其实孤儿院就是他的家 所以父亲放的那把火 让男孩亲眼目睹了家人死在自己的面前 那些可怕的记忆不断折磨着他 最终让他成为了未来那个冷血无情的封批杀人魔 好不容易重新拥有家的小企业 却亲眼目睹家人们葬生活 而他还沦为了仇人的玩物惨遭剑杀 原本以为他的生命将定格在十岁 不曾想他进意外觉醒了天神之力 在十年后再度重生 就在不久前女孩意外从男孩的梦画中得知了他黑话的真相 甚至还不自觉同情起了他的悲惨遭遇 但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想到这家伙未来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 女孩就觉得生无可恋 不过父亲那个变态他都能搞定 他就不信自己搞不定这个封批 想到这里女孩一把拉开门进了男孩的房间 你的伤怎么样了还疼不疼 你吃早饭了没要不要我叫人给你送过来 对了你还可以用我的名义要求庸人为你做事 女孩激里呱啦问了一大堆 回应他的却只有无尽的沉默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那么玩 于是女孩只能启用另一个方案 我差点忘了谢谢你在猎场的森林里救了 听到这话男孩果然有了反 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女孩自己没有救他 尽管这家伙依然死鸭子嘴 但女孩终于成功和他开启了对方 不管一切是不是巧合 多亏了你我才能躲过那只剑 所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现在开始你会得到应得的代理 以后就让我们好好相处 最好十年后也不要再杀我 当然这句话女孩只敢在心里说 男孩听到这话默默撇过了头 虽然他什么话都没说 但女孩还是感觉到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谎 突然女孩想到他们还没有互通性命 尽管作为未来的大英雄 男孩的名字早就家喻不小 但这一是现在的他是不应该知道的 所以女孩还是笑着朝他问道 我叫莱拉你叫什么名字 结果男孩还是一直沉默不如 给女孩气得在幻想里把他揍了八百遍 既然如此他便决定逗逗他 如果你不想说 那我叫你什么都行吧 我在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兔子王 他的名字叫卡森 怎么样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了 女孩以为男孩听到这个名字会很震惊 结果男孩却对他露出了极其可怕的眼神 吓得女孩慌忙道起了歉 看到脸色苍白的女孩 男孩无奈叹了口气 我的名字叫西安 女孩没想到他居然说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名字 但他说自己叫西安的时候 总算没有那么大的敌意 于是女孩欣然接受了他的新名字 然后便陶也似的跑走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西安才是男孩真正的名字 卡森则是他是若哥哥的少年的名字 五岁之前他只是个流落街头的小企业 壁直没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在卡森把他领回布尔院问起他的名字时 他不假思索地告诉他自己叫西安 这下卡森总算明白了原来他是没有名字 男孩听到这话顿时沮丧不已 卡森却温柔地摸着他的头 告诉他可以自己选一个名字 之后卡森又根据他金灿灿的头发 为他取了一个叫阳光的临时名字 阿戴尔被卡森起的名字给雷倒 当即召集大家开启了吐槽大会 而这些小伙伴以后也成为了男孩重要的家人 尽管大家都觉得阳光这个名字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但男孩却非常幸福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在那之后男孩渐渐和孤儿院的大家熟络起 成为了逆不可分的一家人 终于这天到了为男孩取正式名字的时刻 结果男孩却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喜欢卡森的名字 而大家也一致赞同了他的决定 甚至还帮着他一起逼迫卡森交出名字 正当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男孩才一本正经地说出了自己真正的心理 我要用西安当我的名字 刚才说想叫卡森其实是开玩笑的 目的是为了小小抱负一下给他取其他名字的卡森 拥有正式名字后 男孩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意义 他非常喜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但这种小小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 不久后的一场大火彻底烧毁了男孩子真实的意气 这天男孩和塞希尔偷偷溜出门 打算去给院长夫妇买礼物 因为在生日那天送礼物给父母一直是塞希尔的梦想 而孤儿院的院长夫妇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父母一般的存在 因为塞希尔没有独自坐马车去过集市 这才想到拉男孩陪他一起 两人就这样不知不觉逛到了黄昏 由于日落之后马车废会翻倍 他们只能着急忙慌地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路上两人还约定好等明年塞希尔生日的时候还要在一起来集市 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约定再也没办法实现 之后疲惫的两人便靠在一起打起了瞌睡 突然马车一阵颠捕 胆海猛地惊醒 然后就看到了孤儿院方向冒出的滚滚浓烟 他连忙叫醒了塞希尔 骗他回及时再买些东西 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急迟的马车 而塞希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一直企图叫男孩和他一起走 另一边侯爵斧的众人正在欣赏自己的犯罪现场 下一秒男孩就如同一阵风一般从他们身旁跑步往渤海冲去 接着他就见到了令他毕生难忘的可怕场景 家人们横七竖八倒在地上被无情的火烧吞噬 所有人都成了冷冰冰的尸体 男孩见此情景忍不住崩溃大哭 直到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 他眼神空洞地走出了火海 然后对毁了他家的骑士们展开了疯狂的暴露 直到罪魁祸首的侯爵出面提到 他们发现了塞希尔乘坐的马车的踪迹 为了守护唯一幸存的塞希尔 男孩不得不向可恶的侯爵逼了头 并且心甘情愿成为他的王爷 因为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 是他的无能才害的家人们惨死 可笑的是他现在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 因为他的生命如今属于侯爵 只要他企图自杀塞希尔随时都会有生命威胁 所以他为了塞希尔只能屈辱的活着 期待哪天侯爵给他一个痛苦 让他和家人们团聚 而这天终于在一周后到了 其实在侍从说会有几十只剑 同时瞄准他使他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现在塞希尔应该已经安全了 而他也终于能没有遗憾地去见家人们了 但想象中的死亡并没有如期而至 很快男孩就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唤醒 他愣愣地看着自己长大的身躯 以及簇拥着他欢呼天神后裔觉醒了的人们 明明死亡的感觉是那样真切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死而复生的男孩从地狱归来 成了除掉邪神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 他第一时间选择为自己冤死的家人们复仇 炫意外和仇人的女儿 开启了纠缠不清的六次循环 前不久本该死去的男孩意外在八年后重生 他发现自己不但拥有了一具成年人的身体 还被一大堆奇壮异伏的人簇拥着 他们嘴里不停念叨着天神后裔觉醒 之后男孩在大祭司的口中 明白了自己如今的处境 原来他竟是传说中的第六位天神后裔 而天神后裔每一千年才会诞生一次 目的是为了对抗冲破封印的邪神 一般来说天神后裔会在肉身18岁的时候觉醒力 如果在那之前天神后裔意外死 肉身和灵魂就会被保存在天界 等到18岁的时候才会在神殿的祭坛复 也就是说男孩是因为觉醒了天神之力才会复活 在得知这一点后男孩顿时尴尬的不行 这壮硕的18块腹肌就像穿了盔甲一样 和自己童年面黄肌瘦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一时间还真是很难适应 突然男孩似是想到什么 询问大祭司他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消灭邪神 但大祭司却告诉他根据预言邪神要在两年后才会出现 在那之前男孩需要学习如何运用天神之力 男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接着他又拜托大祭司替他找一个人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 邪神如同预言中那般冲破风雨 他一脸不屑地看着男孩 像虫子一样弱小的人类 这是你最后的挣扎吗 男孩听到这话不由的冷笑出声 一千年前你也是这样说的 这话顿时激怒了邪神 很快他们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场恶战整整持续了半个月 而男孩也在战斗的过程中察觉 现在的他恐怕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人类 只要头和心脏等药还完好 他所受的伤就会一次次遇死 但受伤带来的疼痛却不会消失 这令男孩感到无比坚弱 于是他以献祭心脏的代价 给了邪神致命一击 最终他成功除掉了邪神 而心脏受损的他也同时死去 但不到半天他又活了过 男孩下意识看向自己的左手手 上面还剩下两个翅膀图案 而历代天神后裔 其实本来就只有两个翅膀 这个翅膀图案代表着可以复活的刺身 但男孩却生来就有三个 这令男孩郁闷不已 这代表着他必须再死两次 才能彻底死去 无论如何他都不太想再经历一遍 和邪神的恶斩 封印邪神后男孩一举成为 万众挨戴的大英雄 但他却拒绝了所有的生命 毕心只想回到自己的祖国 临走前民众们恳求 他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卡森二子 然后就踏上了归土 毕时三个月 他终于重新回到了故土 这里不仅是他作为人类时的故乡 更是塞西尔所在的地方 两年前刚重生回来的 他和塞西尔这些年 只能通过书信交流 当他得知塞西尔成了伯爵夫人 是很震惊 毕竟他印象里的塞西尔 一直是个淘气的小姑娘 虽然是场契约婚姻 但看得出来塞西尔过得 还是很幸福的 这样就足够了 只是在见塞西尔之前 他还有两件事要做 他先是来到了孤儿院的旧址 这里不知何时 居然被人立了一块墓碑 上面写着这里住着七位天使 敢吵醒他们就会立刻受到惩罚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塞西尔的杰作 早知道有墓碑 他就带花过来 男孩来到墓碑前盘腿坐起 抱歉大家我来晚了 其实本来想早点来的 但因为某些事情耽搭了 林林我连最重要的 你们都无法守护 如今却成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所以我告诉他们 我叫卡森 毕竟我成了英雄 这件事实在是太可笑 但如果是哥哥的话 就不知道了 说完这些男孩 便起身准备离开了 领走前还保证 下次来一定会带花 接着他就要去做 自己要做的第二件事 那就是向侯爵一家复仇 拯救世界的英雄 在侯爵府化身为 从地狱归来的恶果 所到之处血腥一片 仿佛只有途径侯爵府满门 才能解他心头之痕 他就这样一路 杀到了罪魁过手的侯爵跟起 刚开始侯爵还很嚣张 以为自己的精锐部队 可以轻松应对男孩 殊不知拥有天神之力的男孩 在这些普通人面前 拥有绝对优势 很快整个大厅 就只剩下了侯爵一个活人 侯爵健壮当即讨好的 看向男孩 别这样有话好好说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无论是金钱权利还是女 但男孩却对这些毫不在意 而是一脸英智的质问 侯爵为什么当年要烧鬼博人 可悲的是令男孩 痛苦一生的回忆 早就被侯爵抛之脑后 他甚至还想反杀男孩 没想到下一秒 却被男孩一剑穿心 但男孩并没有因为 仇人的死去感到解脱 而是感到无尽的空虚 接着他又把藏匿在侯爵府的 幸存者一个个找出来杀 终于他来到了最后一个 幸存者的房间 而这里也是他和面前 这位仇人之女 纠缠不清的六次循环开始的地方 起初他很惊讶 女孩居然知道 孤儿院被烧毁的事 但他并没打算就此放过他 于是女孩便当着 她的面一口吞下了宝石 在那之后 男孩隐隐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当他靠近女孩准备挥剑时 下一秒 他就在一个狭小黑暗的地方 睁开了眼 男人只是负了个仇 却意外和仇人之女 一起陷入了奇怪的循环 只要他一重生 他也会跟着一起重生 不停的循环折磨得他快发疯了 直到第五次重生时 女孩救下他 并当着他的面死去 他才明白他们的重生 都和女孩的死亡有关 于是第六次重生时 他毅然决然地救下了女孩 这一次他绝对要摆脱这奇怪的循环 就在不久前 第一次的男孩正准备 嘎了吞下神奇宝石的女孩 却不曾想下一秒 他就在一个狭小黑暗的空间 睁开了眼 男孩根据时不时晃动的环境 判断自己应该是在马车车厢 甚至他还听到了侯爵的声音 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侯爵应该早就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才懂 现在这感觉就像自己 重新回到了十岁一样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也许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而已 想到这里男孩突然觉得眼皮一沉 明明觉醒天神之力后 他就再也没感受过困倦了 但现在他却不受控制地倒头睡去 顺便一提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重生了 第一次因为女孩嘎得太早 所以男孩真的以为一切只是一场梦 而这次醒来后 他直接到了侯爵府 在经历了关地牢和被剑射杀后 他再次在神殿的祭坛上赴亡 并又一次迎来了与邪神的恶战 起初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邪神搞得鬼 但看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太聪明的样子 男孩心下便有了其他怀疑对象 于是他光速解决了邪神后 便直跟目的地而去 结果没想到女孩居然不在侯爵府 看来他果然就是幕后主使 一定是知道他会来故意躲起来 于是男孩翻遍整个地固 终于在一个偏僻的不知名国度找到了女孩 在他一见解决了女孩后 他再次在狭窄的马车车厢内省里 这下他明白了自己的重生和女孩有关 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是为了让他反复体验痛苦的过去放弃杀了他吗 想到这里男孩忍不住咬紧牙关 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仇人的血满 于是第三次重生的他在封印邪神后 再次血血了侯爵府 这次女孩依旧不在侯爵府内 但男孩却一点也不奇怪 这家伙肯定又和上次一样躲起来 这时男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 不停的循环让他变得心跳异常 五脏六腹感觉在被火灼烧 他觉得自己快疯了 但他必须克制自己 否则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回到过去 会让塞西尔置于显地 想到这里他决定这次先去见见长大后的塞西尔 时隔十年再次见面 他和塞西尔都有点认不出彼此 而在见到塞西尔后 他身体的异样开始慢慢好转 看来来见他是对的 这时塞西尔突然一脸凝重地看向他 西安有件事我想问你 你真的杀了侯爵府的所有人吗 听说你连厨房的一只狗都没放过 男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我没有杀厨房的狗 因为那里根本没狗 起初男孩的话让塞西尔松了口气 但在听到后半段话后塞西尔直接怒 看到塞西尔生气的默默 男孩似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 侯爵就是我们当年的仇人 没想到塞西尔居然早就知道 但他觉得复仇的话 没必要连累府里那些无辜的 男孩却不那么认为 他觉得侯爵府的所有人 都是杀害他家人的帮凶 那里的每个人都并不无辜 塞西尔被这番发言震惊到 男孩却安慰起了 别担心塞西尔你不会受到惩罚 我会独自承担所有后果 塞西尔听到这话绷不住 你真的认为我是害怕 跟你一起接受上帝的惩罚吗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 你看起来一点罪恶感应力 甚至根本不在乎自己杀了人 看来你是真的疯了 看到男孩呆滞的表情 塞西尔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正当他试图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事 男孩却突然对他释然一想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塞西尔 谢谢 果然来见你是对的 想到这里他当即起身准备离去 并嘱咐塞西尔下次见面 记得叫他塔森 其实在塞西尔说出他疯了时 他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在那之前他一直害怕自己会疯掉 但如果已经疯了就没什么好担心 不过这份试然并没有持续多久 直到他再次找到了女孩 看到他被老男人丈夫家暴时 男孩觉得也许疯子也会再次发疯 等他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毫不留情的一件解决了 看到女孩身上的淤青 男孩突然觉得自己 是不是让那老男人死得太痛快了 但他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可怕的想法 明明他没理由杀这个老男人的 毕竟他和他无冤无仇 但也许是有那么一刻 他从女孩身上看到了塞西尔的声音 所以才会一时冲动那样做了 不论天涯海角他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杀了女孩 直到他彻底放弃让时光倒流 完全丧失活下去的意志为止 但没想到第五次重生的时候 女孩突然改变策略 开始对着小时候的她示娃 男孩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要做这些没用的事 他真的认为这种小恩小慧 就能抵消他的仇恨 不管怎样他是仇人之女 这一事实都无法谈 所以前世面对遭受家暴的 他那失去理智的一瞬间一定是错误 但男孩没想到女孩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风子 为了活下去 他竟不惜豁出幸运保护他这个杀人犯 不过这也让男孩意识到时光的倒流 不是女孩能操红 他之前的猜测完全是错误 触发循环真正的条件其实是女孩的死亡 因此他想让女孩丧失生存意志法 让他们俩陷入了无限循环中 想到这里男孩决定在第六次重生时做出改变 虽然救下仇人之女让他很不守 但这次他必须平安活到18岁 再借助神殿的力量调查循环的原因 所以他绝不允许女孩早早死去 今生他一定要摆脱那诡异的循环 为了让男孩早日康复 受到惩罚的女孩把每天仅有的一顿饭让给他 自己却饿得误视毒果子陷入了昏迷 看到脸色苍白的女孩男孩再也坐不住 他不明白女孩究竟为何非要为他做到这一顿 前不久第六次重生的男孩顺利救下了女孩 并因此陷入了昏迷 淋漓乎乎中他似乎看到了孤儿院院长夫人 那个如同他母亲一般的女士正满脸关切地看着他 这一刻他真想一辈子依偎在院长夫人怀里 但下一秒院长夫人就被熊熊裂火包 这一场景顿时让男孩悲痛欲绝 接着他变猛的惊喜 原来刚刚是做梦了 之后男孩在枕边发现了一条手帕 他把手帕紧紧搂进怀里 好像这样院长夫人就能重新回到他身边一样 次日男孩终于理清了现在的状况 原来他在第六次重生救下女孩后居然也幸运地活了下 这和他预想的结果有点不一样 本来他是想救下女孩后 直接等着十年后在神殿的祭坛复活 毕竟现在这副瘦弱的身躯让他的处境很悲痛 不过既然现在只能留在十岁的时候 他只能为了赛希而小心应对了 只是一直围着他絮絮叨叨的女孩 令他感到非常烦躁 这家伙这辈子居然想用回报他恩情的方法 企图得到他的青睐 这死皮赖脸的模样让男孩非常不熟 他不明白女孩为什么那么想活下去 甚至不惜对未来会杀了他的人卑躬屈膝 突然男孩意识到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 对女孩越来越关注 他可不能暴露自己也重生的事 突然不知道女孩倒是会不会做出什么鲁莽的行为 他还是和他好好保持距离比较安全 但女孩显然不是这么想 他叽叽喳喳地在男孩面前说个不停 甚至还提出自己曾有个兔子玩偶叫卡森 男孩听到这个名字眼神一片冰冷 女孩不愧是侯爵的血脉 居然喜欢用被害者的名字给玩偶起名字 但看到女孩被他盯得一脸恐惧的模样 男孩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太过激了 也许卡森这个名字是他在前几世中听说的 鬼使神差下他告诉了女孩他的真名 毕竟他不能容许仇人之女把惨死家人的名字挂在嘴边 而西安这个名字是无所谓的 因为那只是个可怜到无法拯救自己家人的罪人的名字 女孩欣喜若狂地感谢了他告诉自己名字 然后就火速逃离了现场 男孩看到他落荒而逃的模样有些无语 那家伙明明怕他怕得要死 居然还一直强迫自己和他对活 真是个奇怪至极的女人 想到这里男孩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他干嘛要那么关心那家伙 接着他突然下床打开抽屉掏出了昨晚的手 每当想起在天堂的家人们他就觉得很内疚 居然会让那些该死的仇人一次又一次重生 今生他一定要搞清楚循环的原因 然后彻底杀死所有仇人 这样他才能毫无遗憾地去天堂见家人们 另一边女孩因为在家族狩猎会的违规行为受到了父亲的惩罚 父亲不仅把他的生活津贴捡到几乎没有 还让他禁足整整一个月 最重要的是在未来一周他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而且就连那唯一的一顿饭他还必须和男孩分着吃 父亲那混蛋分明是想试探他对男孩的态度 想到这里女孩就气得牙痒 好在今天已经是惩罚的第五天了 这些天因为考虑到男孩是病人 女孩都是把唯一的一顿饭全部让他吃 自己则是通过灌水冲击 这让他饿得都快走不动落了 这时他在男孩的房间看到了很多指数 就在他忍不住想捡起来看来是 男孩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头底 你在做什么 女孩当即表示自己只是想帮忙收拾垃圾 男孩看到他那拙劣的演技无奈至极 但却只是嘱咐他不要去动第一个抽屉 他不说还好 说了反而让女孩对第一个抽屉里的东西更在意 不过他也不敢轻易挑战男孩的极限 于是只能偷偷把纸团捡了出门 几天前偶然发现男孩会读书写字后 女孩就特地给他准备了纸和笔消息 但今天看到这个纸团他突然又有点后悔 如果男孩在纸团里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他们俩就都完了 他很害怕打开纸团 真怕自己被上面炸裂的内容刺激到当场晕剧 这样别人就会误会他才是那个大逆不道的人 想到这里女孩忍不住大吼一声 有没有人在这里 如果五秒内部出现就会变成突然 再三确认周围没人后 女孩才一脸视死如归地打开了纸团 结果那皱巴巴的纸团上只是画了一座孤儿院 这顿时让女孩的内心五味杂沉 一方面她是庆幸危机解除了 另一方面她又突然心疼起了男孩 那座小小的孤儿院看起来那样尽力美好 也许曾经的男孩也曾在那里和家人们一起开心地等着开饭 想到吃饭女孩的肚子叫得更大声 她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饿得晕过去 突然她发现旁边的灌木层上涨了很多漂亮的红 她只听说过吃了没见过的蘑菇可能会疼的 别果子应该都是安全的 想到这里女孩忍不住狂吃钱 突然她感到一阵恶心 然后就不受控制地昏了过去 接着她就被大家手忙搅乱了堂灰 男孩听到这动静还以为她又哽 但如果她嘎了她应该会重新回到马车车厢里猜得 所以她现在可能是冰死状态 想到这里男孩顿时烦躁不已 她实在想不通那个拼命想活下去的家伙为什么总是作死 经过医生一番检查后才发现女孩是吃了毒果子中毒了 索性摄入的毒素并不多 只要吃了解毒剂两天内就会恢复意识 只是她的营养不良比中毒还严重 根据医生的检查她发现女孩至少三天没吃饭 玛丽听到这话大吃一惊 一股脑把侯爵的惩罚说了出来 这些天女孩端给她的饭菜都是一整份完整的 也就是说这五天她是一点东西都没吃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凑到她跟前仔细端下 她不明白究竟是怎样疯狂的执念才会让她做到这一步 为了帮男孩抚平失去家人的伤痛 女孩每天都抽空陪她吃饭散步聊天 结果就这样过了两周之后 男孩的伤痛有没有好不知道 她倒是反而快被折磨疯了 就在不久前女孩务事堵果子陷入婚女 让男孩终于知道了她把每天唯一一顿饭绳给她吃的真相 只是她不明白女孩究竟为何非要做到这一步 难道真的有人能为了活下去选择为杀了自己的凶手献出生命吗 而且不知从何时起 她对女孩竟从最初的不想理会变成了现在的充满好奇 这时女孩突然喊了一声喜安 把男孩吓得直接后退了半步 冷静下来后她才发现女孩居然醒了 只是她似乎还没彻底清醒过来 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着什么 难道我在做梦吗 我好像吃了果子后就晕倒 然后被送回了自己的房间 但喜安不会出现在我的房间才对 看来应该是做梦梦到了喜安的房间 男孩看到她这副样子准备去拉床头的绳子 但即将拉绳子的一瞬间她又犹豫了 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只有侍女的一声露面 也就是说这个家里的人根本就不会关心女孩的死 这时男孩才终于明白了女孩在第一世所说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是什么意思 原来她在这个家里的处境居然如此糟糕 但即使是这样又如何呢 这依旧改变不了她体内流着喉绝那肮脏的血 她绝不允许仇人的血脉继续存活在这世间 这时女孩突然又开了口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这可真是个倒霉的噩梦 男孩看到这家伙放飞自我的模样一脸乌鱼 原来她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里 接着女孩又自顾自的说了起 孤儿院被烧毁后女后悔过一个人活下来 男孩听到这话当即眼神冰冷 看下来 你说什么 女孩强撑着坐起了身 如果这是现实的话 她早就怕得不敢开口 但在梦里她没什么好怕的 我之前和姐姐约好 男孩听到她这没头没脑的话 只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在这里 听她说梦了 正当她准备离开时 女孩再次开了口 我答应过她要活到90岁 那天我本来想和大家一起去的 但姐姐却让我留下来 最后大家都死了 只有我活了下来 但我觉得我没有错 因为那是深爱着我的姐姐的请求 所以西安我觉得你也没有错 你的家人一定也很庆幸 你能在那场大火中活下来 男孩听到这话忍不住吵女孩吼 你知道什么就在那乱说 结果回应她的只有均匀的呼吸声 男孩见女孩这样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这一刻她的心里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昏迷两天后女孩终于完全清醒了 幸运的是一醒来 她的节食惩罚就结束了 给女孩激动地狂炫了一盘饭 这时她突然想到了男孩 在得知她昏迷这几天 没有一个人去查看她的状况后 女孩当即丢下餐盘 急急朝男孩房间冲去 来到房间后看到越发消瘦的男孩 女孩顿时紧张地不行 难道哪怕她就吓了她 她还是一点都不想活下去吗 但纵使女孩有千言万语 想说也不能说出来 最后只能尴尬地问了一句 要不要和她一起去吃早餐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男孩居然一下就同意了 也许这次她真的多少 有改变了一些这个阴郁的少年吧 其实拯救男孩也是为了拯救自己 她希望男孩对她多少抱有一些感激之情 那些感激之情最终会转化为对她的好感 让她在未来对她手下留情 但如果她从一开始就无欲无求 那么她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意义了 仔细看看现在乖巧听话的男孩 也许就是如此 她只是放弃了无谓的挣扎 并不是对她产生了好感 也许她应该找机会好好和她谈谈 现在这种情况真不知道是否还是活 在那之后女孩再次找了威廉来帮忙 只是威廉对上次偷手镯的事还心有余悸 所以如今的她对女孩充满了防备 但出乎意料的是 女孩这次叫她过来只是为了寻求建议 最后在女孩的一阵彩虹屁股事情 威廉立刻就卸下了防备 果然她是个很好忽悠的人 但听到女孩的问题后 威廉却彻底谈 因为女孩居然问她该怎么让一个人小活下去 威廉听到这个问题 当即满脸心疼地看向女孩 小姐原来你活得这么辛苦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难道这就是前几天你让我偷手镯的原因 但是小姐你才十岁而已 还有大把的美好时光 女孩知道她这是误会了当机很低 等等威廉不是我不想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其实本来她是想直接和威廉说男孩 但一想到要称呼她为奴隶女孩 就怎么都说不出口 在得知男孩最近刚失去嫁人了 威廉很快就得出了男孩 是得到心病的结果 但女孩担心那样会让男孩更加偏激 所以她决定自己慢慢帮她解开心境 威廉见她这样只是嘱咐她不要太过执着 否则未来可能会受到伤害 女孩明白她的担心 当即表示自己一定会注意 在那之后女孩翻阅了图书室里 所有关于心理疾病的书 最后决定按照书上的书 为男孩提供每天的定期散步 均衡饮食以及持续的聊天对话 在那样坚持了两周后 男孩的心病好没好她不知道 反正她整个人都憔悴了一个 出门野餐当天 女孩被设计遭遇恶狼袭击 还好关键时刻男孩及时出手打跑恶狼 但明明她应该非常讨厌她才对 为什么还会舍命救她呢 前不久为了帮助男孩治疗 新病女孩快被折磨疯了 她只要和男孩待在一起 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不过她的坚持似乎还是有点成效的 以前一和男孩搭话 她就会用凶狠的眼神让她 但最近她再也没有那样做过 只是仅凭这一点 并不能判断男孩的病情是否有好准 眼看又到了散步的时间 女孩当即振作起来准备去找男孩 正当女孩在路上练习 即将面对男孩的微笑时 一道倩倩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瞧瞧这是谁啊 那不是咱们家的耻辱吗 女孩听到这话淡定地冲她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托马斯 红毛听到这话直接欺诈 不是托马斯 我叫汤姆 我听说你变成婶子 没想到连别人名字都记不住 你真该找医生好好看的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有些无语 一定是因为之前顶着医生 比起去见父亲那件事被误会成了傻 不过她并不后悔那样的 毕竟这次她成功救下了男孩 但汤姆显然不准备轻易放过 你又要去见那个哑巴吗 最近听说你去哪都带着那个哑巴奴 今天又要带她去哪里 可哑巴一起玩也太无聊了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汤姆这是在说男孩吗 虽然她的话不多 但她的声音其实还挺好听的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反驳起了汤姆 才不无聊吗 她长得很帅 仅仅只是看着都觉得赏心悦目 说吧女孩还一脸嫌弃地看了眼汤姆 而你却长得非常无聊 这次问世让汤姆遭受了一万点暴击 你这可恶的家 下次见面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不过仔细想想汤姆的话 倒是给了女孩灵感 如果让男孩假装哑巴 应该能规避不少风险 于是她立刻和男孩说明了这一想法 没想到男孩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女孩没想到她现在居然变得这么好说话 如果她拜托她未来不要杀她 她依旧能这样爽快地答应了 但这个问题女孩却怎么都无法开口问出来 因为她很害怕听到自己不想听的答案 但未来的路还很长 也许总有一天她能从男孩嘴里 听到自己想听的答案 一周后医生再次来给男孩检查 没想到男孩肩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医生被她惊人的恢复力给震惊到 女孩健壮下意识就想咨询一下 关于心病的事 但很快反应过来的 她立刻举起男孩的什么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她瘦得太多 担心会不会影响健康 医生却表示男孩虽然瘦但气色却很好 这时女孩才意识到 男孩确实比初见识强壮了不少 想到未来她内壮硕的18块腹肌 女孩顿时就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 而医生则认为 比起男孩女孩看起来更需要好好步 她不希望看到女孩为了漂亮结实 女孩对此身表赞同 她可是要活到90岁的女孩 可不能被社交圈的畸形审美图 这时医生似是想到什么 突然凑到女孩耳边小声说的 小姐这个孩子未来估计会长得很高 而且身材应该也会很好 说完这些医生便告辞离开了 徒留女孩一人在风中凌乱 那家伙到底在眉头眉脑说些什么 突然女孩想到今天是被允许出门的日子 当即叫上男孩一起出去野餐 看到久违的美丽湖泊女孩只觉得心旷神怡 憋了一个月总算能出来放风了 其实她更向往大海 但是因为去大海实在太过麻烦了 所以她只能舍远求尽 不过等未来成功摆脱男孩那个杀神后 她一定要一个人去一趟海边 想到那美好的未来女孩顿时就激动得不行 这时骑士突然建议女孩去湖的另一边 并表示那边的景色会更好 就这样两人在骑士的带领下 很快来到了湖的另一边 一到这里骑士就借口忘记拿野餐用具 匆匆返回了马车 在骑士走后 女孩悄悄撇向了一旁的男孩 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和重见那天一样淡然 看来想让她重拾生的希望并不容易 但她不会轻易放弃的 其实今天出门野餐也是之前威廉的建议 威廉表示 仅凭一起散步吃饭对话是完全不够的 还需要让男孩学会去发现生活中的美 这样才会对她的心病更有帮助 想到这里女孩当即询问男孩这片虎美不浓 男孩表示她不太理解什么叫美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松了口气 至少男孩并没有反感这些 只要以后看多了 她应该慢慢就会理解什么是美了 突然女孩似乎听到了如有似无的吼叫声 当她警惕朝着四周查看时 本然发现一头凶狠的恶狼正向他们慢慢逼近 女孩吓得连忙把男孩挡在了自己身后 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马车应该就在不远处才对 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去马车取野餐用具的 其实迟迟都没有回来 明明马车就在扶的另一边 难道这一切都是汤米搞的鬼吗 这些天她唯一惹过的人就是汤米 早知道当初就多忍耐一下 没想到如今却让自己和男孩陷入险境 正当女孩害怕的瑟瑟发抖时 男孩突然把她拉到身后让她不要动 接着男孩就举起右手猛的朝恶狼奏曲 恶狼很快就被男孩揍得熬紧 最后只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走了 直到看到恶狼的身影消失在丛林中 女孩这才松了口气 而男孩则是静静地盯着跌坐在地的 她开口问道 你没有受伤吧 这一刻两人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 意外陷入无限循环的女孩终于意识到 一次次的循环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太弱 而男孩的改变也让她有了打破循环的希望 也许这一次他们两个都能得到救赎 就在不久前男孩成功赶跑了恶狼 并询问女孩有没有受伤 女孩没想到她会突然关心她 这时她才想起刚才她只顾着看男孩和恶狼战斗 忘记了自己一只柜坐在地上 于是她决定先站起来再说 结果没想到柜太久双腿发软 她费了好大的劲才站了起来 而男孩还在直勾勾地盯着她 并且看起来似乎有点生气 女孩吓得立刻和她解释道 别担心我没受伤 这时她不经意撇到了什么直接惊涂出声 但是你的手腕好像骨折了 男孩健壮只是轻描淡写地把自己骨折的手腕付 这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应该先去找马车 女孩被她这淡定的模样震惊道 应该先处理你的伤才行 说吧她就朝着周围四处张望企图找些树枝做家 男孩却让她不要想那些有个门 复位之后骨头会自己长好 不然回去再治疗也来得及 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找马车 说吧她还晃了晃自己受伤的手腕 如果这里还有其他恶狼怎么办 我可没法在这种状态下再战斗 看到女孩还是一副不死心的样子 男孩上前直视她的眼睛再次郑重骑士的说道 不要剪树枝也不要撕裙子 跟我赶快离开这里 眼看男孩越走越远女孩只能无奈跟上 经过一番仔细搜寻 他们才在茂密的树林中找到了马车 车夫和骑士见到安然无恙的他们都震惊不已 女孩恶狠狠地质问骑士为什么把马车藏到了这里 骑士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在简单的试探过后 他很快就知道了背后的主谋是汤女 于是回到家里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父亲 原本他一直都避免和父亲私下见面 但这次他可不打算轻易放过汤女 想到这里他当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父亲请名惩罚那些企图密谋杀害我的 那些人分别是汤女以及他雇佣的车夫和骑士 父亲听到这话直接派人把这些嫌疑人给带了过来 等汤女赶到时 车夫和骑士已经在地上躺斑斑 汤女被他们俩的惨阳吓得瑟瑟发抖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父亲 父亲却是一脸冷漠 可那些人说你是幕后主使 他们还有你给的吸引猛收的粉末 正当汤女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一个侍女冲出来挡到了他身前 打扰了侯爵大人 我是汤米少爷的贴身侍女安吉拉 虽然我身份低微 但既然是关少爷能容许我说几句话吗 父亲并没有阻止 于是安吉拉当即开始替汤女辩解 谢谢您侯爵大人 首先汤米少爷想伤害小姐式的误误 她只是不喜欢小姐的奴隶 所以才会拜托那两个下人稍微教训一下她 但也许那两个下人本身就对小姐抱有敌 所以才会趁机伤害小姐 还有少爷今年春天才刚刚满11岁 小小年纪的他怎么会想出如此恶毒的阴谋 来伤害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呢 所以还请您务必明察秋好 父亲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那么你会好好反省吧汤米 汤米刚想反驳安吉拉却用力按了按她的肩膀 当然了公爵大人 少爷他是真心悔悟的 事实上今天早上马车离开后 你就一直在后悔不是吗 少爷 你还没想到汤米身边的侍女居然如此有手段 最终汤米被罚房间禁闭三天以及禁止出门一周 不过下次他如果再敢这样做父亲就不会轻易饶过他 虽然女孩对汤米这次轻微的小惩罚很不爽 但有了父亲的坐镇 下次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也算对他和男孩的安全有了保障 想到这里他非也似地逃离了对他纠缠不休的汤米准备去探望男孩 尽管医生告诉他男孩的伤很快就会痊愈 但伤筋动骨还是需要一百天的 这顿时让女孩觉得内疚不已 仔细想想这已经是男孩第二次受伤躺在这个房间里 第一次的时候他每天都端一盘饭来看 他还捡了他扔到地上的纸臀 突然他看向了一旁男孩不让打开的抽屉 想到那次男孩神出鬼没的样子 他就后怕不已 保险期间这次他还是不要随便乱捧 于是他直接拖来一把椅子坐到了男孩床边 不知怎么的他又想起了湖边发生的事 其实在面对恶狼时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起初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死亡是男孩造成的 但其实就算不是男孩他也会死于别人的位 因为他实在是太弱了 而在他陷入绝望的一瞬间 男孩却站出来把他挡在了自己身后 尽管眼前的他只有十岁 他却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十年后那个大英雄的身影 不知怎么的那一刻女孩竟觉得无比安心 也许十年后被男孩拯救的百姓们 也有着和那一刻的他一样的感受 想到这里女孩突然很羡慕那些百姓 如果他不是侯爵的血脉就好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也能和那些百姓一样得到他的病 突然一声莱拉把他换回了现实 女孩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已经清醒过来的男孩 他刚刚是叫了他的名字吗 男孩意识到自己刚刚誓言了连忙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 你来做什么 女孩听到这话立刻叙叙叨叨地询问起了他的病情 而男孩则是和平时一样简单回应 但这一次女孩见到他这样却突然笑了 西安谢谢你救了我 男孩看到他那副样子突然愣住 随即又别扭地转过了头 你不要误会我没想救你 女孩听到这话连连复合 没错你是自己想活下去才会和恶狼搏斗 我只是沾了你的光侥幸活下来 但女孩还是非常感谢男孩想活下去 因为这代表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一次也许他们两个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救赎 女孩只是带了满头的蝴蝶发情 竟让风批勋爵对她一见钟情 甚至她还扬言五年后会娶她为妻 前不久女孩特地找到男孩感谢她打跑了恶狼 但男孩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对女孩的看 当看到女孩从昏迷中一醒来就来找她时 她的内心其实很复杂 那时候的男孩已经两天没有吃饭 虽然她只是单纯的不想吃饭 但由于没被允许自尽 所以她打算在饿死之前随便应付两口 结果没想到女孩得知这一消息后 当即就要把她带去餐厅吃饭 这次男孩没有拒绝反而乖乖顺从了 那一刻她心里想的是女孩更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对 但很快她就被自己转顺而逝的想法吓了一听 女孩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和她又有什么关系 奇怪的是自那之后 她的视线就再也无法从女孩瘦弱的小身板上一看 就连之后她找她一起散步 她都会不自觉地担心她在务视赌果子 等到她再次反应过来时 已经和女孩一起漫步在花园里了 当时她还企图说服自己 现在对女孩的顺从都是为了在侯爵手下活命而已 但渐渐地她发现自己错了 每当看到女孩对她感到恐惧时 她会觉得很不熟 而看到女孩展露笑颜时 她又会觉得这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在遭遇恶狼袭击后 她会主动关心女孩 甚至她还在梦里梦到了长大后的女孩抱着她温柔地说道 喜爱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想到这里男孩猛的惊喜 只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荒谬了 另一边正在为女孩梳洗的玛丽突然开口问道 小姐最近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这几天你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这么说起来她最近和男孩相处得很愉快 而且她还吃得好睡得好 甚至还做了一个活到九十大寿的梦 只是此刻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男孩对她的好感还不足以未来能饶她一命 想到这里她顿时头疼不宜忍不住抱怨她 不知道随便吧 结果这话却让玛丽给误会 她当即展示了自己的梳头绝技 给女孩梳了个蝴蝶麻花辫 玛丽称这花哨的发型为蝶舞 这顿时让女孩尴尬不已 而男孩看到女孩那炸裂的发型 居然忍不住偷笑起来 女孩见状顿时激动的不行 你刚刚是不是笑了呀 在女孩的再三追问下 男孩终于不耐反了 我笑了又怎么样 你一定要确认 我是不是嘲笑了你的发型吗 女孩听到这话尴尬的挠了挠头 所以我不适合这个发型吗 回应她的只有无尽的承诺 为了打破尴尬女孩 只能率先开口邀请男孩一起出门 结果男孩却问她要去哪里 本来女孩还想说花园之类的地方 但转念一想 这是男孩第一次主动开口问 于是女孩当即兴奋地 问她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恰好此时男孩再次注意到了 女孩闪闪发光的发型 虽然很奇怪 但却意外地很适合女孩 于是男孩忍不住脱口而出想去花店 但来到花店后 这家伙又表示这里的花都长得差不多 太令女孩空欢喜一场 本来她还以为男孩终于学会发现生活中的美 于是两人匆匆结束了花店之旅前往的图书馆 女孩斗志满满地翻遍了图书馆的几万本书 却没有一本是有关神奇宝石的 也许她应该想办法去首都的国家图书馆看看 正当女孩思索着该找什么借口说服父亲让她去首都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她身后传来 那是蝶舞吗 女孩回头看去发现是一个黑发赤眸的少年在对她说话 这顿时让她惊悚不已 她是怎么知道蝶舞 而且她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少年见她一脸防备的模样当即解释道 你不要误会小姐 我是觉得你的发饰看起来就像蝶舞一样 我真的不是什么奇怪的人 突然开口说话吓了你一跳真是很抱歉 但是我真的 正当少年还想继续和女孩说话时 突然一个骑士匆匆朝这边跑来 少爷夫人正在等你 请您赶快随我出去吧 少年刚想让她等一等 结果却发现女孩已经离开了 于是她只能失落地跟着骑士走了 另一边女孩垂头丧气地找到了男孩 让男孩忍不住想问她发生了什么 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样不同 话到嘴边又赶了口 我不知道该选什么书 女孩一听这话当即给她推荐了起来 很快肚子有些饿得 他们就近找了个餐厅吃饭 想到之前在图书馆遇到的奇怪少年 她特别的发色和同色 总让女孩感到很在意 于是她忍不住询问起了一旁的骑士 泰勒爵士你知道这样的贵族吗 大概是比我大两三岁的 黑发赤膜的少年 泰勒听到这话忍不住脱口而出 小姐您说的是雷昂伯爵的二儿子基德温吧 她是全帝国少女梦寐以求的结婚对象 却只对头上戴满了蝴蝶发卡的女孩一见钟情 结果女孩对她却是满满的嫌弃 就在不久前女孩从泰勒爵士口中得知了 在图书馆偶遇的奇怪少年的身份 原来她竟是雷昂伯爵的二儿子基德温 她重生前曾听说过她的传奇事迹 在基德温19岁时追求潮流的雷昂伯爵 送给了每个孩子十个贱奴 基德温却残忍地杀死了收到的所有剑奴 因为她觉得奴隶挥舞刀剑很恶心 贵族们觉得单枪匹马杀死十个剑奴的基德温太苦 但女孩却忍不住浑身发抖 没想到她居然又遇到了一个这样可怕的恶魔 不过好在基德温今年冬天就要出国流血了 所以她短期内可以不用再面对它 这时她点的菜也端上来了 女孩偷偷观察了一下男孩 发现她还是如同往常一样令她郁闷不已 难道她就没有特别喜欢的食物吗 想到这里女孩忍不住摇了摇头 她为什么要这么关心男孩 明明男孩主动和狼搏斗时就代表着她想活下去 但为什么她还是那么放不下 也许是害怕男孩在变成之前那副颓废的模样吧 泰勒爵士看着全神贯注注视着彼此的两人若有所思 总觉得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氛围很微妙 但这也不是她一个歧视可以随意揣摩的 等到他们吃完饭回到家里 管家就火急火燎冲过来告诉女孩有客人要见她 女孩来到会科室却直接冒了 来人竟是在图书馆有过一面之缘的纪德温 看到女孩盯着纪德温半天不说话 急得管家不停偷偷戳女孩 这时女孩才终于反应过来和纪德温打了个招呼 当女孩询问要不要为她准备些茶点时 纪德温却让她不必费心 我的行程有点紧 所以这次只是过来说几句话 这顿时让女孩疑惑不已 众所周知当今王后宠冠后宫 王后唯一的亲戚就是雷昂伯爵 而雷昂伯爵又只有两个儿子 所以就连他们家都对这位客人格外重视 但如此尊贵的客人为什么会亲自来见他 这时纪德温突然提起图书馆发生的事 我在图书馆和你说过我不是奇怪的人 你还记得吗 我的名字叫纪德温 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很突然 但我真的很喜欢你来拉小姐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未婚妻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如遭雷击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他们才仅仅见过一面 他居然就要求婚 纪德温似是看出女孩的顾虑当即开口说道 我不是要你现在一定就要给我答 今年冬天我出国留学后会在五年后回来 到那时我想听听你的回答 一听五年后才需要回复女孩猛的松了口气 然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开心的答应了纪德温 纪德温见到他的笑容瞬间脸红的要爆炸 不得不说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纯起 但女孩坚信时间会冲淡所有的一切 纪德温五年后回来肯定早就把他抛之脑后了 这时他突然听到纪德温夸腾 这个发型真的很漂亮 非常适合你 即使再次见到还是很惊艳 女孩见到他那一脸痴迷的模样 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 回到房间后他万分懊悔 今天顶着这个蝴蝶头去图书馆 如果纪德温未来能忘记他是最好 如果不能忘记他该怎么办 虽然纪德温的确是个合适的丈夫人选 但未来会造就奴隶大屠杀的 他感觉和父亲一样的性 如果嫁给那种人他还不如去死 而且更离谱的是 他居然下意识觉得男孩比纪德温好 在一个没有伤害过他 并且喜欢他的人 和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喜欢他的仇人之间 讨厌前者这是正常的吗 想到这里女孩只觉得头疼不已 另一边纪德温的骑士 在得知他求婚失败后顿时惊讶不已 要知道他们家二少爷 可是帝国炙手可热的结婚对象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才会拒绝他 而纪德温看到骑士这样后 也是若有所思 起初他找到女孩 只是想消除图书馆的误物 毕竟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如此警惕 但看到女孩打开门走进来时 纪德温瞬间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唯有那美丽的蝴蝶边发闪闪发光 那一刻纪德温才明白 他是对女孩一见钟情了 他甚至都想好了五年后的婚礼上 要用紫冰箱来装饰整个大厅 真期待和女孩再次见面的那天 自从被封批男儿求婚后 女孩就开始夜夜做噩梦 梦到男孩死在男儿的手下 为了让男孩拥有自保的能力 女孩决定让他开始学习剑术 这天晚上女孩再次做起了噩梦 梦中的他正在参加纪德温的十九岁生日宴会 宴会上伯爵大手一挥送了十个剑奴给纪德温 而那群剑奴中男孩居然赫然在脸 眼看纪德温的剑即将挥向男孩 女孩猛地从梦中惊醒 还好那只是个可怕的噩梦 但这种没头没脑的梦实在是太吓人 但女孩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洗了个热水澡后 女孩又一头扎进了图书馆里 尽管只是个噩梦 还是令他非常在意 在看到可以让梦中受伤或死去的人 学习新东西避免坏结局后 女孩当即决定让男孩学些什么 但是刺绣编织什么的好像不太适合他 突然女孩灵光一闪想到了男孩拿剑的模样 他未来可是会打败邪神的大英雄 学习剑术对他来说实在是在合适不过了 虽然未来的男孩也会用那把剑亲手杀了他 不过就算他不会用剑 现在也能轻而易举杀死他 因此女孩还是决定尊重他的喜好 没想到说服男孩的过程倒是意外的很顺利 接下来只要得到父亲的同意就行了 结果父亲那个老狐狸居然直接让他自己看着板 虽然对他那副敷衍的态度很不爽 但好在事情都顺利解决了 最后只剩下给男孩找一位合适的剑术老师了 原本他以为会没人愿意交男孩 所以足足列了五位候选人 没想到其中他最满意的泰勒爵士居然一下就同意了 这顿时让女孩感到很不安 你需要多少报仇 可能只有今天会比较辛苦 等过几天他很快就会适应了 结果泰勒爵士却说他可以不计回报教导男孩 原来他一直都对男孩充满了好奇 从初次见面起他就意识到男孩是个不平凡的奴隶 女孩没想到泰勒爵士的直觉居然那么重 不愧是曾经骑士团里的天才老妖 既然如此他就能放心把男孩托付给他 而泰勒爵士也向女孩保证他不会辜负他的信任 在那之后女孩每天都陪着男孩一起练剑 看到男孩努力练剑的模样令他心未不如 一方面练剑让男孩有了自保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让男孩的心病得到了好转 可惜他对剑术并不了解 不知道男孩如今的实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轻易放弃 不过他这个战武渣恐怕也很难坚持 这时结束训练的泰勒爵士突然找到女孩 想和他单独聊聊 这顿时让女孩紧张得不行 生怕泰勒爵士突然要辞职 结果他却突然夸男孩是天才 吓得女孩直接把刚喝进去的红茶全都喷了出来 所以西安究竟强到了什么程度 泰勒爵士听到这话一本正经地说道 总之我已经没什么能教给他的 他对剑术的理解甚至已经超过我 就好像剑术大师转世一样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如坠冰枯 没想到身为天才的泰勒爵士 都认为自己不如年仅十岁的男孩 这是不是意味着男孩其实也重生了 因为有了前世的记忆 所以才能展露出如此惊人的天赋 但女孩很快又否定了这个猜想 如果男孩真的是重生的 那他应该对他生物痛绝才对 想到这里他继续问起了泰勒爵士 所以你现在是不打算继续教他了吗 没想到泰勒爵士完全没有那个想法 虽然不能指导 但我还可以给他建议 毕竟他可是我的第一个学生 我自然要对他负责到底 看到一个月前被人处处嫌弃的男孩 如今被人温柔以待的样子 女孩顿时欣慰不已 这也是他让男孩学习建树的初衷 他想让他得到大家的认可 但男孩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也许只是为了让男孩改变他的好处 这样才能增加未来存活的几率吧 不过看到男孩被别人认可 他还是觉得非常满足的 结果当晚父亲的一个决定 让女孩的心情瞬间低落鼓底 父亲在听说泰勒爵士 对男孩的高度评价后 竟然提出让他一周后去参加罗尔剑术大赛 这顿时让女孩觉得让男孩学见是害了他 B班的剑术大赛结束比赛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参赛选手的某一方直接承认失败 另一种就是参赛选手的其中一方受伤或死亡 无法再继续比赛 而罗尔剑术大赛只有死亡才能结束比赛 因为参与比赛的选手都被主办放下了巨额赌注 他们不希望看到耗费巨资的比赛无管中 所以参赛者只能不停战斗直到胜利或死亡 因此罗尔剑术大赛也被称为罗尔杀戮场 如果男孩去了那种地方等于就是要杀了他 毕竟大多数参赛者都是亡命之徒 这时男孩突然找来了花园 你在这里做什么 玛丽正在到处找你 女孩这才想起自己之前和玛丽说想喝茶 对不起你找我很久了 看到为自己担心的男孩女孩又觉得内疚不 这让男孩忍不住再次问道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摆出那副表情窝在这里 女孩没想到男孩会如此直白地问住 想到这件事终究是瞒不住了 女孩还是硬着头皮告诉了男孩 今天父亲告诉我要把你送去参加卢尔剑术大赛 参加那个比赛的人几乎都死了所以 说到这里女孩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后面的话他怎么都说不出口 他觉得很对不起男孩 早知道就不让他学见了 如果他再次惨死会不会恨他一辈子 谁知男孩听到这话只是轻轻扶去他眼角的内部 然后又用力揉了揉他的脸颊 如果不想在你说的那个比赛上死掉该怎么做 女孩吱吱呜呜地表示只有博德冠军才能活下 但这实在是太难做到 结果男孩却是一脸坚定地告诉我 我会夺冠的 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吗 这里很冷时间也很晚 女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男孩护送回了房间 甚至他还对他说了晚安 这对经让女孩掐了一把自己的脸颊 感受到清晰地疼疼他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梦 但为什么男孩会突然有了这样的改变